哈囉大家好,這裡是炭爛韭菜 本頻道會分享股票分析心靈成長以及財商知識 希望能夠藉此幫助到大家,讓各位的生活不斷的成長 大家好,今天是5月30號,現在是早上10點18分 在網路上看了很多關於比特幣的影片 就是像這幾天上衝下襲的 就是很多人都一直發影片 然後就是一直放一些消息出來 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消息 反正就是每天就是可以一直發一些消息面的影片出來 就是跟大家解釋說 因為發生什麼事,所以會怎樣 因為發生什麼事,所以會長,然後會跌 其實是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你沒辦法去知道說 他到底是會上去還是會下去 你永遠知道的是他只會往右邊走 所以我覺得說 好,因為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做多 那你可能是會去看一些 可能就是放一些好消息 比如說哪個基金啊,哪個大佬啊 買進去比特幣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你看完影片之後 你想說怎麼還是一直往下跌 所以我覺得說 反正感覺就是 大致有一個社群的感覺 就好比說覺得 你買漲的人 那你當然就是看 這一個人 他發說 欸,什麼消息會漲 然後你就點進去看 所以那些做放空的影片的人 只是放一些利空消息的人 可能 他的點閱率可能就不會那麼好 因為你可能就是直接選擇不看 蓋牌不看這樣 那我還是想要講一下說 像我們可能沒辦法去預測說 5月19號這樣子殺下來 我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去預測 但是我們可以去預測 5月19號之後這邊之後的行情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說 因為如果以技術面來說的話 可以看到這張圖是日線 日K線 可以看到哪邊的量是最大的 那就是這裡 第二大量就是在手邊這邊嘛 就是年初那時候 1月11號跟1月29號 那再來就是最大量 一天成交了大概8萬個比特幣 就在這邊 就是5月19號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很好 其實很好判斷說 之後的行情會怎麼走 就會比較好判斷 因為大量都是集中在這個區域嘛 大量就是集中在這個區域嘛 那其實你就比較好去判斷說 後面的行情到底是會怎麼走 那我就是有去找說 就是4月19號這一天 他的大量 然後我分別都有把它標記出來說 他在那一分鐘之內 他成交了幾個比特幣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大概這個位置是41777 差不多這個位置啦 然後他成交了410 那可以看到說 他這邊其實有做一個突破 這邊有做一個突破 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在這邊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 有拉一根上去 然後做一個突破 突破失敗之後往下跌 代表說他其實這個壓力 其實也可以算是在 就是整數價位嘛 那就是在0.42 因為其實整數價位 他會比較比較準確啦 因為大家其實看到準數價位 會比較容易去掛蛋 那可以看到這邊 他就繼續往下走了 那我標記的這個 4萬這裡 在4萬這邊 就是5月19號這邊 他成交的 數目就是202 所以其實就很容易 像這邊 突破一次失敗之後 這邊就容易去突破 因為他量就是相對來說 比較小一點 比較少 就是像這個是415顆嘛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目前的價格 是在34,300左右 那他34,300 他下一個的 會去的地方 就是33,000 就會往33,000走 那這邊 可以看到 這邊我標一個 價位是35,500 這個價位是從 這邊 5月19號9點 那附近 然後 這附近 這裡有 有打 是從上面下來之後 打到有反彈在上 然後 之後在這個地方 他其實就有 有一些 灌破 然後又上去 之後他又守在這個位 然後 在這個地方 他就下去 下去 下去之後 他又打到這邊的線 又往下走 那往下走的時候 在33,000這裡 其實就是一個 小反彈 之後又往下走 但是 並沒有到 我標最低這邊 只是 30,500的位 所以其實 在這幾個位置 如果說你要 去進場 的話 你要非常的注意 這邊可以看到 400,000這裡 他這邊也是 守住 就是整數價位 就很容易 有一些壓力 那 再看這邊 他這是突破 然後失敗 這邊又突破一次 然後又失敗 再來我們 就可以看到這邊 35,500的時候 他這邊 一樣也是做一個 小反彈 但之後 這邊又灌破 其實這邊如果你 灌破之後 你去做空 然後 你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沒有馬上 就停力 之後又被嘎空 我覺得他 就是 在做這樣子 一個操作 像這邊你 進場做多 但是 他又掉下來 你又被 對不對 你又被殺一次 然後他之後 真的想說 他又突破了 你就慢慢等 然後他又再 殺你一次 那目前的支撐 就是 三萬三左右 其實我們 有一個 我覺得說 還蠻 還蠻簡單的 判斷的方式 就是我在 前天有做一部 那個 狗狗幣的 那 我們就是 直接去看他 掛蛋的部分 其實就 蠻簡單 那時候我在 狗狗幣 這邊 狗狗幣他的 那個 價位的時候 我是說 在 0.295 就是在 0.295 那時候影片我發出去 0.295那時候 確實是掛了 蠻大量的 的 數目 但是後來我去看 0.28 才是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 價格還在 差不多在 0.3 上下震盪 大概上吧 然後我再去看 他是在 0.28 他是把 0.295的 掛蛋 直接 撤掉 然後直接換到 0.28 然後可以看到 這邊 真的是 最後 收低 他這根最低 是真的收在 0.28 000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進場去做一個 比較短的操作的話 或是說你想要做一個 槓桿的一些操作 就是非常短的那一種 就是你也不要 放場 的操作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種方式 直接看他掛單是掛在 哪邊 那你就是 去掛單 掛的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去等待 等待這個行情下來接你這樣 那我們現在是 就是價格是在 34,300左右 那可以看一下 這個 我剛剛講的 333 333他這邊有掛了 60顆 是60個 比特幣 然後在 32,500 一半的位置 就掛了31 就是掛了60 的一半 在32,200 這邊也有 意圖 想要去做一個 反手 78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很多人 已經覺得說 比特幣會掉到最低 就是這一波行情裡面最低 就這幾天來最低 會到3萬這個位置 很多人都覺得說 會到3萬這個位置 只是 這邊有掛了 148個 比特幣 然後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好像沒有講 就是 我這邊畫的 最低的點 是在 這個 30,500 30,500 這邊他 成交的量 大概 我是用 那時候有2個 大概是在 791個 就是這邊有791個 比特幣在 差不多這附近 就是 這邊 拉上去的附近 這邊交 其實是一個 非常大量的 一個 防守點 所以 30,500 這邊也是 有掛一個 蠻大的量 所以我覺得 這邊掛單 蠻容易去判斷說 他目前的 他目前 就是那些 比較 要資金比較龐大 他們願意守在的 是在 哪個價位 那我們看一下 這邊是 買單 那我們看一下賣單 賣單其實 蠻神奇的點是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壓力 你可以去看 你看這些都 0.0.0.0 反正是個位數 最高 你看這個 34600 他不過才20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比特幣現在 大家都覺得說 他就是 會往下走 所以大家的單就是不斷的 一直 往下要接這樣 你看這邊 一堆掛買單的 然後這邊 就 覺得很奇怪 他這邊 34500 剛才掛上去了 26 然後這邊 22 這樣是什麼意思 這樣代表說 就是 使每個資金直接 下一個鍵 然後按確定 這樣價格 他其實 他感覺是在等待著 一個什麼樣的行情 他如果 一鍵這樣子慢慢往上拉的話 他其實在 他往上拉的 那 一分鐘好了 他在那一分鐘之內 他就慢慢的出單 他其實獲利應該 也是會蠻大的 因為 其實我 都有在觀察 這個 狗狗幣 他如果 像是 伊隆馬斯克 他如果在他的 推特上面 喊單的話 他只要喊下去的那一分鐘 可能講好了 那 一秒鐘好了 就會開始往上噴 那往上噴 然後噴完之後 第一 就是他發文之後的 過了兩三分鐘之後 他價格可能已經拉了 可能 10% 左右 然後就會開始往下 那 其實就是 現在如果真的有人 進場 去 讓他往上爆拉的話 其實也是很快 你看現在一顆 大概 三萬四千 美金左右 就 台幣 就差不多 兩百 兩百多萬出 那其實對那些人來說 對那些人來說 對那些資金龐大人來說 這個根本就是小錢 所以現在市場行情 大家 像這些可能 也是蠻多賞戶進去 掛單的啦 大家覺得說 會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然後 因為前一波殺的太兇了 所以說 大家覺得說 這樣的行情應該 會持續的 再往下 創新 那 這時候可能就是 要做一個 逆向的思考 那 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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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